海胎上挤满细水人潮 另外来到公园里 同样充满避暑的人们 如果您没有用到温度 我建议您不必须外出 因为它有很多 保持软的衣服 喝很多水 保持温度 美国民众想了各种消暑庙方 连德州工人都开始使用 能散热材质的沥青来铺路 因为这个夏天 全美气温真的让人受不了 不止美国 全球平均气温 在7月3号达到摄氏 17.01度 是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 开始记录以来最高的数值 不过7月4号马上进一步攀升到17.18度 创下史上最高水准 超越2016年8月创下16.92度的记录 一位来自低收入户家庭的母亲 炎炎炎炎 德州等地都因为天气炎热 也火烧不停 造成农作物产量大减 根据华尔街日报统计 假设德州今年夏天平均温度 比长期平均温度高出约2.6度 持续到8月底 德州今年的生产总值 将减少95亿美元 专家指出 今年美国的野火比往年来得早 但是有些地方则暴雨成灾 像是美国东部 路数直接拦腰被折断 华府下气狂风暴雨 造成上万户停电 美国天气极端 现在专家也忧心 对民众健康有影响 另外好不容易趋缓的疫情 进入秋季 很可能卷土重来 热浪暴雨 现在还加上疫情威胁 幸好气温超过摄氏 43度的亚利桑那 终于传出下雨消息 渴望为这波酷暑 带来间歇喘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